台湾地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那么从蔡英文当选以后 虽然在美国来宣传和在美国里宣传 他会遵守Republic of China的Constitution 但是他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 就是说口是心非 那么他所作所为 他完全是违宪违法的行为 他完全是去中国化 去反中逢中逼反 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呢? 他如果不是中国人 他怎么能够当Republic of China的President? 所以说这个是个很自相矛盾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在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着他 他的所作所为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 我们在法律上分析 他已经是构成了 他的种种证据 已经构成了违法违宪的行为 但是没有人来追究他 因为台湾的社会在发生着异化 这个异化 在社会在发生异化 社会在发生异化 社会在发生异化 叛国 叛国 叛国还要把分裂国家的真面目 所以说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美国政府能够顶承 主持公立 并执行 协助中国 实行联合国 1971年 26届联大 2758号协议 支持中国 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履行 代表着 指责 法律责列 宣示 对台湾的主权 另外 我们希望 美国政府和白宫 能够对 蔡英文和 赖清德的行为 加以严厉的谴责 这个 是符合 美国 联合公报 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 第一个联合公报是 1982年的美利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承认中国的立场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此 范围内 双方认为 美国人民 将向台湾人民 保持 文化 商务 和其他非官方 关系 在此基础上 实现正常化 那么希望 在 保持在正常 因为美国和 台湾有着 非官方关系 所以 希望美国能够 履行这一 非官方关系 能够 谴责 蔡英文 分裂国家 制造战争 违法 违宪的 反人民 反国际社会 反国际法 这种 倒行丽司行为 这里还谈到台湾问题 这是1997年中美联合公报 那个是跟根林先生讲这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美方认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坚守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这是美方的立场 我们赞赏美方的这种一贯的 秉承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立场 同时也赞赏特朗普总统 最近对澳大利亚领导人提出的 中美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 的确是如此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到了 你中美中有我 我中有美 这种互相 相向而行 相互尊重 相互合作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借此机会 希望美国从中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行使对台湾的主权 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这一联合国2758号决议 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两岸同心同国和平统一的问题 也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将来探讨这种制度的事情 我们希望中国台湾人来治理台湾 我们不希望搞台独队人 搞独台的人来治理台湾 这是我在这里的一个中原 中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声明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在这一国中原的一个人 是因为我们很高红的一部分 和平的都被码 能并尊重 能够人